好那麼這一段我們來看一個vector space 假如他有一個finite basis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剛剛有講過說 他的所有的bases都會擁有都也會是finite 而且會擁有一樣這個一樣數數目的這個這個像量 那麼這個東西這個觀念我們在第四章的時候就已經有教過 在rn之下任何sus space他的bases都一定是finite 而且他個數一定都會相同 那麼一個vector space或者是一個sus space 他的bases的選擇方式可能很多種 但是個數確實都是要一樣多 然後我們也因此來定義了 我們曾經也一直定義一個dimension 那麼這個在rn的sus space是如此 那麼現在在vector space 更general的這個vector space其實也是如此 那我們現在就來證明這件事情 那麼首先呢我們來看 假如v這個vector space 它有一組bases v1到vn 它是一個bases 那我們想要證明他所有的bases 都是有n個 我們想要證明他所有的bases都有n個 那麼但是v呢它是一個比較空泛 比較一個廣義 我們沒有辦法捉摸它是怎麼樣形式的東西 就連這些v1,v2,vn 它都可以是任何東西 可以是函數啦 多項式啊 矩陣任何我們甚至還有 有可能是我們想像不到的東西 只要它有符合vector space 那八個axion它都有可能 所以因此如果我們要直接用這東西來 用我們熟悉的這個矩陣相當 來證明這些事情 是相對來說比較困難的 所以為了把這個vector space 把它連結到我們比較熟悉的這個rn的領域 我們就去製造一個linear transformation 把v這個vector space 跟我們所熟知的rn把它串在一起 那麼這個rn 我們為什麼我們選擇rn的原因是因為v它有一個basis 它有n個向量 它有n個向量 所以我們認為 雖然我們還沒有正式定義dimension 但是呢 我們認為v的就是dimension 它應該是n圍空間 我們要把這個下降空間 來跟我們所熟知的也是n圍空間的rn 來做個對應 那這個對應呢 就是一個isomorphism 所以呢 我們這個phi b 我們現在定義這個phi b 就是要讓就是要能夠做出這個isomorphism 這種形式 雖然我們現在還無法證明 待會會證明 那麼 我們定義方式是怎麼樣呢 我們定義方式是把v裡面任何一個向量拿出來 那v裡面任何一個向量一定都可以寫成v1到vn的線性組合 因為v1到vn反正是個basis 所以任何一個向量都可以寫成它的線性組合 一定有一個固定 而且是唯一的一個變數 是c1 唯一的一個係數 c1 c2到cn 那我們這個phi h定義很簡單 就把你c1 c2到cn擺出來變成我們的 擺出來變成是rn的這個向量就可以了 所以換句話說 v裡面任何一個向量 它都一定可以表示成v1到vn的線性組合 那線性組合的係數拿出來放到rn 那就是我們就完成了phi b這個定義 這個定義呢 跟我們之前所講的coordinate system裡面的這個座標系統的這個定義 基本上是一樣的 就是把你的向量的組成分子把它算出來 這個v 這個v裡面任何一個向量 它的組成分子 到在v1到vn之間的組成分子 我們把它組合出來 好 那麼因此我們就建立了這樣一個連結 好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假設v它還有另外一個basic叫a 好 那麼這個a呢 它有可能是finite 也可能是infinite 好 那我們先假設它擁有比b還要多的向量 好 我們假設它擁有比b還要多的向量 然後我們想要製造矛盾 好 那麼不論你是finite或是infinite 好 只要你的這個向量個數呢 是多於b的 那至少就是至少n加1個起跳 好 所以呢我假設a有一個subset 叫做s 這個s裡面呢 是由w1w2一直到wn加1所組成 那麼s呢是a這個basic它的一個subset 所以它本身也會是linearly independent 這是因為a也是linearly independent 好 那麼我們就利用剛剛我們教過的 這個linear independent set 是會在這個 會在isomorphism會被保留住的 今天這個5b呢它是一個isomorphism 所以呢我今天 我把這個w1到wn加1 我通過這個isomorphism 全部每一個人都通過這個5b 所以它在這個domain裡面 w1到wn加1它是linearly independent 我通過5b之後到了codomain 到了rn之後 它仍然是linearly independent 那這原因是因為5b是isomorphism 好那現在補充一下5b 它是一個isomorphism的原因呢 是因為它是1to1而且ontu 這個5b它是1to1而且ontu 好那它是1to1的原因是因為 只有0向量才能夠對到0向量 那麼你只要不是0向量 好那你只要不是0向量 你c1到cn就不全為0嘛 因為v1到vn是basis 那c1到cn就不全為0 那這時候呢就會造成它對不到0向量 所以1to1是成立的 ontu也是成立的 因為任何一組係數 c1到cn都一定會被對到 好因為任何一組係數它基本上 c1到cn 你隨便選一個c1到cn 那麼在v裡面 你一定可以找到c1 v1 c2 v2到cn vn 就是你的這個對應的關係 所以5b它是1to1也是ontu 它又是lineartransformation 所以呢它就是一個isomorphism 那麼它是一個isomorphism 就會造成w1到wn加1 這個linearindependent subset 通過這個isomorphism之後 到了codomain 它仍然是一個linearindependent的subset 但是這很明顯是矛盾的 因為在rn的空間裡面 是絕對不會出現 n加1個linearindependent set 所以這造成矛盾 造成矛盾 換句話說 v如果你有另外一個basis a 它絕對不可以超過n加1個 絕對不可以超過n一個 不能超過n一個 不能有n加1個以上的這個basis vector 好那麼 但是它可不可以有n加1個以下呢 那也是不行的 我們把這角色互換 把a跟b的角色互換 假如那個v它有一個basis 它是小於這個angle的 那我就把a跟b的角色互換 那我前面你就可以 從前面的證明你也可以發現 這也是矛盾的 所以換句話說 不論你的這一個 換句話說 所有的這一個basis 都必須要同樣的大小 同樣的大小 所以因此我們就可以來 來定義所謂的dimension 然後這個dimension的定義方法也是一樣 如果你是 如果你有一個finite basis 那麼我們就說它是finite dimensional 而且它的dimension呢 我就把它定義成這個basis的大小 那其他那種 還有一些這個vector space 它的basis是無限大 例如說我們剛剛講多項式 多項式所構成的集合 這個vector space 它就是一個infinite dimensional 那它的dimension就無法定義 它事實上是無限大 好那麼 只要你是這個finite dimensional的話 它的dimension就會等同於這個vector space 它的所有 它的任意的basis的這個向量個數 好再來 如果v呢 它是一個infinite dimensional vector space 那它就一定會有一個infinite linear independent set 所以infinite linear independent set 在我們知道第七章之前 它是一個 它是不認為被存在 不被認為存在的東西 但是呢 我們把這個vector space廣義化之後 事實上 以這個多項式為例 它就 以多項式的集合為例 我們就有很多這樣子的 infinite linear independent set 那麼 更進一步的 你只要這個vector space 它是這個infinite dimensional 那麼呢 你的這個 永遠都可以找到一個 一個infinite linear independent subset 那我們從頭開始 知道v它不是 因為v它不是這個 不是一個zero space 所以一定找得到一個 我們隨便抽嘛 就是從v這個結合裡面 隨便抽一個fading的向量出來 好 然後呢 這邊我們是有點仿造這個 這個extension theorem的方式 你v呢 是 是 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向量 所以它的span呢 就不會 包 不會把整個v 蓋滿 就是一定存在一個v2 它不在span 不在這個 那個spanv1裡面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是的話 你的dimension 你v的dimension就變1啦 可是我們現在 前提是這個v 是infinite dimensional 所以一定存在一個v2 所以一定存在一個v2 使得它在v 但是呢 卻不在spanv1裡面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v2拿過來 v1跟v2合在一起 它就是linear independent 然後再來呢 v1 v2拿去做span 那麼 它一定還是沒有辦法蓋滿v 為什麼呢 因為一旦蓋滿v的話 代表v的dimension就等於2 可是v是infinite dimensional 換句話說 你做完這個span之後 我還會有一個v3 它不在這個span裡面 而在v裡面 好 依次類推移 你可以一直加 加到什麼時候呢 這件事就加不滿了 就加不完了 跟我們以前在第四章的時候 情況不一樣 之前是有一個rn 有一個屋頂在那邊 你總是會到那邊 可是呢 今天我們這v呢 是infinite dimensional 它的basis是無限多個 所以你不管怎麼加 它都是繼續會保持 是linear independent 你只要不要 你只要不要一次加的時候 把它放在之前的span裡面 就好 我會每次都從span外面去加 可是因為你不斷的擴張 不斷的擴張 不斷的擴張 它永遠都不會變成v 所以你永遠都可以繼續 為這個linear independent 這個set 不斷的加東西進去 所以這樣子製造出來的一個 無限的這一個向量的 sequence 它就會變成是一個 linear independent set 好 再來 那麼現在回到這個finite finite basis的情況 那finite basis的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定義它的dimension 它的dimension變成是一個 有限大的一個數字 那麼這個dimension呢 我們現在要說 它也會保留 會被isomorphism所保留住 那麼具體來說 如果我們有一個v跟一個w 這兩個vector space 然後呢 我們找得到一個isomorphism t使得這個v跟w是 彼此之間是isomorphic 那麼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宣稱v跟w的dimension 一定一樣大 一定一樣大 就是dimension會被preserve 那這個其實理由也不難懂 Vector space v假設它是有一個finite basis 叫b 而且它呢 跟w呢 是isomorphic 那透過一個isomorphism t isomorphism 就是這個invertible on to one to one 的linear transformation 那麼這時候呢 我們其實這個方法 這個想法呢 就是把這個finite basis 裡面每個項量 我們都透過t去找到 它在對應 它在w的這個image 對應過去之後 它也會是basis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前面才剛證明過 linear independent set 通過isomorphism 它呢 是linear independent 所以這部分沒有問題 好 那麼這組linear independent set 在w呢 它也會是w的一個 generating set這部分呢 就請 請大家自己證明 那麼 因此呢 我們就知道v跟w 它的dimension是一樣 好 那麼 infinite dimensional的部分呢 其實事實上也是一樣 那就是 如果你有兩個 這個vector space 那麼他們通過一個isomorphism t 那 假如其中一個是infinite dimension dimensional 另外一個也會是infinite dimensional